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小姐被咬的 跳蚤的那个咬 咬过以后的那个痕迹会明显 有跳蚤真的很弥补啊 因为就是国际形象啊 怎么会有跳蚤呢 是比较夸张一点 但是应该是可以修正吧 因为毕竟这个是一个国际机场 影片中活生生的跳蚤 在机场内很容易就能看到 地形人员气到拍影片po网 原来小港机场三楼 从一月中开始进行施工改建 原本躲在亭花板跟地毯中的跳蚤 通通跑出来 前后已经消毒五次 却完全没有用 还有地形人员把跳蚤带回家 连家人也跟着受害 跳蚤几乎就在checking柜台里面 我们把checking柜台里面的地毯 全部把它撕开来 里面的管道重新的喷药 国际机场犹如国家门面 竟然被跳蚤入侵 到处肆虐 旅客觉得好丢脸 航站解释除了改建问题 机场附近的流浪狗 可能也是跳蚤的温床 将继续消毒 鼻子让小小跳蚤 破坏机场形象 记得记得我是高雄报道